你来淡水干嘛 来玩 嘴巴说是来玩 明明是车手要来面交 才刚到速食店取款 就被警方带个正着 找谁 找谁玩 自己一个人吗 他走一下车上 我跟你讲 我淡水分局 中断路派出所 你来干嘛 老实讲 找谁 口中的朋友 其实是淡水一名 80多岁老翁 因为误信诈骗集团投资陷阱 被骗走460万 妻子怎么劝 老翁也不听 只好报警 警方这回 除了逮到23岁 姚姓车手 和相关假投资政务之外 还在附近发现 一名女子心机可疑 上前盘查之后 姚姓车手指认 她也是诈骗集团一员 随后警方又在 临近停车场 找到潘姓女子的男友 19岁秋姓男子 两人竟然是一对 诈骗情侣党 潘姓女子宣称 只是跟着男友 北上游玩 没想到 却成了诈骗集团成员 但警方对他们的 说辞存疑 巡后三人都被移送法办 东西新闻新北报导